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6月5号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地初级见走活动 将于本周五6月7号 在北温灵溪山谷地区进行 小伙伴们可以到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加拿大央行四年来第一次降息 基准利率降到4.75% 尽管只有0.25%的小幅下调 却标志着新一轮经济激励政策的开始 央行表示尽管通胀率 还没有达到2%的目标 但是价格上涨的压力已经消退 在加拿大人都不买东西 更多的企业裁员或者倒闭的时刻 小幅下降的利息 给人们带来一线复苏的希望 尽管天气已经转好 但是思阔米时救援队仍然在等待时机 失踪第六天的登山者命悬一线 本周一惠斯乐救援队 冒着雪崩的风险徒步进山 救出另外三名困在极端环境里的登山者 据说山里的心血有其腰身 同样处在雪线以上的盖瑞伯蒂山 艾特威尔峰 雪崩等极端环境恐怕会差不多 思阔米时救援队希望得到直升飞机的确认以后 才会决定是否派出地面救援队进山 据央视网报道 北京时间6月5日凌晨 国际雪莲第55届大会决定 张家口市成为2029年国际雪莲 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市锦赛举办城市 这将是北京冬奥会后 中国举办的世界最高级别雪上赛事 也是首次举办雪上项目市锦赛 长春堂100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